就在昨晚王者主播可杰再次陷入节奏 甚至被粉丝们冠以北海道第一打野的称号 起因是可杰和其他主播连迈时 被问了三个有关我国的常识 本来是最基础的问题 谁曾想可杰却一万三不知 这一下子网友们都做不住了 纷纷开始谴责 说实话 作为一个中国人 这几个问题应该信手拈来 作为一名主播 一名公众人物 更应该以身作则 希望可杰能够记住这次教训 以后多抽空学习一下知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